我们这次组织支持华人参政的活动 我们希望我们更多的华人能够参与在一起 我再次表示非常感谢所有支持我们这次活动的人员 大家好 我是北美艺术家协会的理事长张伯恩 我们这次活动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唤起普通华人老百姓的参政意识 关心政治 关心社区 关心自己手里的投票权 为自己的社区真正做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 我是巨星舞台 我来艺术学院的表演老师 我叫刘百慧 我毕业于纽约电影学院影视表演系 硕士学位 今天呢非常荣幸被邀请来做这个 北美艺术家协会特邀的主持嘉宾 很高兴可以认识大家 巨星舞台 我今天是代表巨星舞台来的 巨星舞台非常支持这次的新闻吧 发布会 以及这次的活动 因为我们是非常支持华人参选 这件事情是对华人意义深远 跟每个人事实上 间接上都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我们华人的声音 要想得到重视的话 那必须有华人的 华人在政府里边为我们发声 但是华人的投票率太低了 我们连百分之十都不到 而印度人却达到了百分之九十 他们总数比我们少 虽然少了百分之二十左右 但是总体的量就多了 这样的话 我们很多诉求就没有得到重视 他就不会重视 所以华人就没有力量 因为在国内时候是跟这里不一样的 这里的力量就是投票 投票的人越多 那我们的力量就越大 才能重视 我们选出我们的 代表我们发声的华人 进入政府去从政 我们华人的利益 才能得到最大的保护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地看到 北美艺术家协会来发起的 支持华人参政运动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自己是觉得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本人将在今年 代表我们列治文优先团队 参选列治文市的市议员 那有这么多华人社区的朋友 一起来发动起来 来推动社区向前发展 这个肯定会对我们 整个列治文市的政局 有很大影响 我们知道最近列治文 无论是在医院的建设 还是在流浪汉的组合屋的建设方面 在社会上都很大的争议 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 推动我们每个社区的成员 参加我们的选举 能够促进每个社区成员 融到我们社区的政策制定里 为我们华人社区呢 谋取最大的福利 我们也公祝这次活动 举行圆满的成功 我们也祝愿每一位参选者 能够取得好成绩 谢谢各位 哈喽大家好 我叫袁威 那今天呢很荣幸能够参加 这个华人参政的这个新闻发布 那么首先呢要恭贺我们的这个北美艺术家协会 来举办和主办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华人这个参政 议政其实是非常非常之有意义和这个必要的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都是加拿大人 我来了三十多年 但是也有一些新的朋友刚刚来 但是不管我们来得久 还是来得这个比较短的时间 我们华人呢 在这边呢 我们的这个声音呢 应该是越来越大 因为我们的人呢 也是越来越多 但是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发声 怎么参政 怎么去做一个就是 加拿大社会的一个栋梁 我们怎么回馈这个社会 把我们的智慧 把我们的力量 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对这个国家的爱 怎么回馈给这个社会 这个呢 我觉得今天呢 是应该讨论的主题 那么呢 在此呢 我再次恭贺这个北美艺术家协会 和所有的参与的朋友 今天呢 有一个愉快的新闻发布 也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 大家加油 我们加拿大华人数学的联系会的 共同主义单位 北美艺术家协会 今天搞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啊 支持华人穿针一镇 这是我们所有华人华侨在这边的心愿 大家要知道 一百多年之前 我们华人在这边 修铁路 陶金 还有反法系战争 都有我们华人的歇学 跟生命的歇出 某种程度的说 我们也是加拿大的主人 所以华人穿针一镇 我们也要假设有这个方式方法 希望大家呢 全部团结起来 把一只水 往一只手 把拧着一股神 那才有力量 大家分散了以后啊 就没有力量 所以借此机会 我们呼吁我们所有华人的 传选人 对团结一致 争取把我们的地位 提上去 把我们华人声音 提上去 谢谢 大家好 我是Jason 今天很荣幸呢 能够来参加这个 支持华人 参政议政的 这样子一个活动 也是一个 第一次的新闻发布会 那我们真的是 很支持这华人 能够在这个 政团 政坛中 能够更多的 发出自己的声音 有一些更多的 发言权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继续支持这个活动 让这个活动 能够变得非常成功 也再次祝贺 这个华人 这个社团 能够这一次 能够组成这样子的 一个这么好的活动 我们感谢你们 也谢谢 谢谢所有的义工 和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金金 是北美艺术家协会的 副秘书长 本次呢 我们五月红 大型的 支持华人参政 议政的活动呢 吸引了广大的民众 以及各界的 侨领和政要 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之前 所有过来 就是参与 此次活动的民众 也希望基于我们 广大民众的力量 可以发动 凝聚我们共同 华人的力量 去支持我们选举 我们自己的代表 所以希望各位同胞 一起来支持 华人参政 议政的活动 谢谢大家 大家好 这次呢 北美艺术家协会呢 邀请我来做 义工的负责人 我其实也是义工起家 那么去年五月 审选的时候呢 在几千名的义工当中 我是其中 两位华人的 义工领袖之一 那么这次呢 就是华头联盟成立的时候 我也是他们的义工负责人 我非常支持华人参政议政 这次呢 我也是代表着义工团 一起过来支持 进一步的支持我们华人参政议政 谢谢大家 各位朋友 我是加拿大 华人参政议政 促进社团联盟的主席 东方 大家知道 我们加拿大 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 在我们温哥华 每五个华人中间 每五个居民中间 就有一位是华人 但是我们华人的声音 现在还是不是太强大 今天呢 能够参加这一次 就是记者招待会 非常荣幸 我觉得呢 就是我们华人能够参政议政 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来到加拿大以后 我们华人要积极踊跃地参加一些 从政的工作 这要对我们华人非常有意 那下面呢 我就代表 就是西西中华戏曲社 表示热烈的支持 谢谢大家